中文字幕《非诚勿扰》 这一年来大家抗疫 当然要洗很多手 和用很多酒精磋手液 难免让我们皮肤不多不少 都会出现容易爆炸 肝、甚至痕、红、脱皮、敏感 出疹这些情况 本身是湿疹或主抚手的人 其实这段时间 他们的手是差了很多 很多人都会说 医师我不懂得分湿疹 还是皮肤敏感 现在的状况很容易分 皮肤敏感的人通常未必有家族史 而且皮肤敏感容易是因为某些原因 导致他有敏感 或是接触某一类东西 或是吃错某一类东西 而湿疹通常是全身性 还有通常有家族史 遗传史这些情况 而且症状会比皮肤敏感 来得严重 有皮肤敏感的人未必是湿疹 但湿疹病人的皮肤多数是敏感 我们是这样区别的 其实无论是湿疹或是皮肤过敏 在我们中医的角度 都跟先天的品库有关 除了先天的品库之外 再加上一些后天的培育 例如你的成长过程 另外起居、饮食、生活习惯 例如工作压力、睡眠状况、环境因素 这些结合而导致的一系列的毛病 在中医的角度 人与生俱来 体质上一定是有差异的 无论你是湿疹或皮肤敏感 一些体质的差异 导致当我们身体 面对不同的病邪的时候 就会有不同的反应 例如西医讲的过敏性体质 在我们中医的角度 将它归落去天赋异品 即我们说是特品 异品体质那类 当品库不耐的人 遇上外邪入侵的时候 他们身体就做了一系列的反应 流行的 他们会反应在皮肤上 所以有些人会出风难 西医讲的沉麻疹 有些人会有接触性皮肤炎 即摸过不正的东西 就会导致敏感发炎 最严重的当然是西医 叫的二位性皮肤炎 即是湿疹那类的问题 可能他们的病程很长 要医很久 湿疹的成因 其实难以一概而论 但一定跟脏腑功能失调有关 在我们临床上 湿疹通常我们会把它 细分为多大的阵营 最常见的在香港 就包括血虚风噪 还有血热 湿疹 湿热 还有血虚 气虚也会导致